感觉你又高又瘦 大长腿 喜欢大长腿啊 喜欢大长腿啊 谁不喜欢美好的事物呢 如果他垮直长 但是他戴了眼镜的话 你会嫌弃他吗 不嫌弃啊 那你跟我说 你说戴眼镜的人很猥琐嘞 没有 我说的是戴眼镜分两种 前左猥琐 后左斯文 花哟 而且我觉得你戴的 就很特别喜庆呀 我特别喜庆是吧 对呀 说得太好了 你介不介意 就是你的女朋友 是没有任何怨虑的 介不介意 介意什么好片呗 没事啊 我可以带你一起出去玩啊 14号 你回武汉之后 是自己住 还是跟爸妈再住呀 现在是跟爸妈 在一起住的 那如果您以后结婚了 你是希望自己住 还是跟爸妈住呢 你就是说你感觉怎么样了 分该住 但不要住太远 可以啊 这个完全没问题 您从上海回来 然后到武汉 就是一直在做您说的这个工作吗 是在同一家企业做 中间也就是换过岗位 目前的岗位是金融业务支持专员 就这样的 16号 我想问你现在买房了吗 现在就是跟爸妈住一起 那个房的话是全款买的 没有贷款的 那以后你结婚之后你是 正武岗工业港那边也有一套老房子 爸妈的话可以到时候搬出去住 就是说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不是很远 就这样的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那相当于说没有房贷压力 那你每个月的收入是怎么规划的呢 这样的就是目前可能大部分都是攒起来 就是看女方有没有想改善一下住房 可能有的女方可能想就是工作方便一点 就是说想住在哪里 这个的话到时候都是可以沟通的 就是这样的 8号 就是我在VCR里头看到你说你喜欢看小说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喜欢看什么样的小说 可能就是看那种网络的小说 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外文看得多一点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那些小说 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很多的内涵在里面 你喜欢看啥 心理啊历史啊这些我都会涉及一点点 但是那个网络小说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较排斥 那你适合吴英杰 虽然你个子很大 但是呢就是你给我看起来的话 不是那么的硬朗 有无法画家就有点耸一下对吧 你的个子高度 他们属于带出去是很有面子的 但是你把腰子一hold 然后就带腿都蛮怂了 又蛮丢人 是吧 长得又很帅 个子又很高 在形体上一定要注意 您对未来的打算 现在你的年薪是多少 8万 8万 你估计你觉得你的梦想值在36岁的时候 觉得你的年薪可以到多少 翻倍吧 翻倍 变成15万 15到16万 王健林曾经说过 要有梦想 先挣他一个意试一试 对不对 翻一辈不是梦想 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长这么帅 不愁找不到老婆的 加油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这是曾俊来到了第一轮选择 开始 在第一轮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剩下了13朵桃花 为你盛开 16号为啥灭灯 在思想共鸣这一块 包括未来的一个规划 可能还没有打到 我想要的那种吧 3号 因为我觉得她刚才 跟某一个女嘉宾 我就觉得吧 都知道的是吧 你是让路吗 对 我觉得 应该成人之美 对不对 你能够让路的话 觉得你对她 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 因为我其实 你不觉得她出场的时候 很搞笑吗 惹了大家都很开心 对不对 其实她身上 有她自己的散光点 但是我觉得 这一款更适合她 15号一闪 上面当时 只是我觉得31岁 对我而言 可能有点大了 你是22是吧 我是25 25啊 你不知道 这个年龄的厉害啊 你个25的呀 是1960年龄的厉害啊 很严重的厉害啊